谢谢重庆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真热情 特别开心 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 对了 今天又是跨年的演出 心情特别开心 特别激动 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 台底下满坑满谷的观众 心情更是开心 更是激动 对 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 孙岳的呼声更高一些 这个正常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 哪年开始 捧根的比我们斗根的更红一些 我也不知道 这些都正常 没关系 不管是谁红 都是相声 都是我们两个人 单口 想听孙岳的单口是不是 哎哎哎 干嘛你 不是没法演了 真的 没 甭 谢谢 谢谢 大家的热情 我们能感受得到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你一言 她一语 是 我想上就没法说了啊 捧我们可以理解正常 捧我的那是 别往心里去 不是 你不要再扎我的心 是是是 现在都留着今年就完了呗 谢谢 谢谢 那个今天跨年演出 是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俩今天穿这个大褂 甚至都很少穿 对 过多了 不 刚才我说了 你一言我一语 相声没法说了 对不对 我看抖音上很多人都说 孙岳在台上就是个听相声的 说谁呢 说你呢 听相声他不喊我啊 所有的观众都是捧跟 捧跟的改听相声了 那是 这批观众不好带没说 这届的这个观众不好带 对 队伍伞 正常 正常啊 这个大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对 欢了喜剧人 穿过一次 欢了穿过一次 喜剧人 而且是拿冠军的那一次 对了 意义不一样嘛 好彩头 今天穿到台上 给大家奉献笑声 是 特别开心 对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有顺序 刚才那个小矮哥 那个小孩 20多岁上小局 对 那是我的学生 他徒弟 不敢说徒弟 那是我们单位 分配给我的两个小学生 知道吧 这都用派了 平时呢 喊我师傅 我们关系平时也不错 别看小岁数下 很有灵气 有灵气 说的也不错 下去休息一下 关系都好 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 该我们俩 说实话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也有 我们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岳云鹏 他叫孙岳 相声呢 是怎么说呢 就是两个人的艺术 你说嘴怎么这么坏啊 我怕他 你这掌声又越过我 那个 先说往后说你 现在我心都虚了 真的 心太虚了 行了 够了 不忙不忙 够了 行 谢谢 我们两个人呢 关系其实挺好的 私交好 不像民间传说 我们俩不共戴天之仇 不是 没有 谁传说的 不是 我看有一篇报道说 我跟你媳妇有什么关系 没有 没有 瞎说 都是瞎说 不可能是 对不对 我们俩私底的关系特别好 是 他 对我好比是亲哥哥一样 有这么一说 对吧 对 他媳妇就好比是亲嫂子一样 对啊 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 好有一笔 别笔了 岳老师 你应该说 比从何来 我没费没费 是怎么着我 这是捧根的词 你甭来这套 我跟我媳妇还有你 咱仨是爱情关系 你那错了 怎么错了呢 我跟我媳妇是爱情关系 咱们俩合作十年了 你帮我放在什么位置 你的位置就是结晶 不是这么聊天合适吗 废话 你占我便宜合适吗 我们三个人这种友情关系 友情 这是我的亲哥哥 对了 那是我的亲嫂子 没错 我就好比是武松 我 大哥 行大哥来 最近生意可好 对对对 行了行了 对你是结晶 你把我结果了 知道吗 这像话吗这都 关系特别好 就是关系好 没事呢 他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瞧我去 串门吗 买个冰箱 买个洗机 买个彩电 就上我们家看我去 实话实说 我买冰箱洗机彩电 我上家瞧你去 你是我生的时候 怎么着你 你是我养的时候 怎么着 废话 我跟你买这个 关系好吗 我跟你置办家电 关系太好了 买点点些 买点水果 点水果 是不是 上我们家看我去 礼尚往来 对 我也得看人家去 你得串门来 买个冰棍 我就看他去了 买个冰棍 那天 买个冰棍 缩了这就看我去了 你这是买个棍 看我去了 我也得买点点心水果 你买 能不能买一箱冰棍 买一箱冰棍 去看他去 是是 这不前写日子吗 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 旅游 那不逛街吗 西单去逛街 抬头一看 孙宅 对 这不孙宅吗 这是我们的孙宅 对不对 我抽你我 你骂什么街 跟着 怎么又抽上我 废话 你让我听不出来呢 大舌头骂街 孙子骂不清楚 叫孙宅 对不对 那应该怎么说 老孙家 老孙家 这我得进去瞧瞧我 瞧瞧吧 啪啪啪一打门 他里边出了一人 肯定出了人呢 我一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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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唐山男人 他的小媳妇 你等会儿 这姑娘 你没必要笑得这么甜啊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行行行行 你给我惹多的事 你给我 怎么了 媳妇就媳妇 买小媳妇 哎呀 忘了跟大家说了 孙悦的婚姻 特别的坎坷 坎坷 特别的崎岖 这婚姻这么形容 他四岁就结婚了 我 我着急 最早的叫什么 只妇为婚 哦 只妇为婚 他父亲有钱呢 一指一个妇女 你跟我儿子结婚 只妇为婚 你等会儿 不是跟那妇女 是跟那妇女肚子里的孩子 我跟那妇女结婚 那我爸爸心思那是 好来没法过 过不了 哎 再后来二来岁结婚了 那是 找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下岗的香港小姐 下岗的香港小姐 这不是查的严是吗 什么查的严 什么叫她有下岗了 那怎么着 不是 为什么下岗了呢 是因为没有后台 没有这个资助 没有特别的硬的关系 就下岗了 是 嫁给她了 你看看 两个人生活得特别好 也不错 打里边出来了 边走边唱 我的媳妇 她媳妇喜欢唱 好唱 西里里里里把门开开 哗啦啦啦又把门开 开开门啊来 原来是月秀才 爱爱爱爱 就这么长得跟韭菜似的 还秀才呢 哎 看见我了 要跟我说几句 得聊聊 聊几句 天儿 讨厌 嗯 缺德 哎 臭嘎唯了你 哎哎 Hack 老不来了你 哎呦呦呦呦 您等会吧 哼 哼吧 你们俩有什么事儿 怎么着 我们俩没什么事啊 干嘛这么说话 他跟我这么说话 我能跟他这么说话吗 你不能 俗话说得好 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是儿啊 你得尊敬她 咱得规格居居一本正经的 对对对 嫂子 我最近忙吗 这么说 你这干嘛还搓着泥呢 是怎么着 光着膀子呢 突然间这儿痒痒了 你觉得那是小鹿乱撞那一跳 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院里了 进院了 进院里我无论如何 我都问他在不在家 你还想起我来了 当然啊 这都是我们家 我说那个嫂子 孙岳在家吗 我呀 谁 谁 这是我们家吗 孙岳爷们 还得我 未亡不拉 未亡 我一听 这是有点意思 你别有点意思了 未亡吧 是这什么话这叫 什么耳音 什么耳音 你说的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八个字 未亡罢了 八个字 才四个字 差一半 你老魏家忙活去 没有忙活去 没有 我可能有点上火 我一听 孙岳没在家 我想起来了 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 就是我妈呀 这我都问问呢 我说嫂子 老太太在家吗 我妈呀 上房了 上房了 我妈是猫啊 老太太上房那儿待着去 我说你妈是猫了吗 什么叫上房了 在上房屋待着呢 就正堂屋 这我得请你瞧瞧吧 瞧瞧吧 一推门 我就看见她母亲了 我妈 背对着我 面朝礼 但是腰不弯 背不脱 健康 鹤发童颜 是是是 非常的健康 我说老太太 你好啊 好啊 老太太女头看见我了 讨厌 缺德 臭咖啡了 你老不来了你 我们家这是传承 老太太 最近比较忙嘛 也没怎么来看看您 今天有时间了 我来瞧瞧您 您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我挺好的 宝贝 你坐这儿 咱们俩聊聊天 聊聊天吧 老太太再一扭头 我发现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他后边 竖了一个嘴儿 对对发嘴儿 嘴儿上面插着一朵 小红花 这什么意思 小红花啊 这你不知道 这是我妈的好日子 你妈结婚 这你妈嫁人 你急什么 废话 昨天所有的结婚 想话嘛 你说的 你妈的好日子 不是好日子 就结婚呢 生日 生日 那天是你妈的生日 对对对 嗨 我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 我还老味着忙过去了呢 行着 嗨 你妈的生日 是是是 我不知道 你妈的生日 天哪 你妈 你妈的生日 你妈什么结婚子 你母亲的寿日 对 说清楚了 我说老太太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拿 是啊 我刚才缩了一冰棍 行了 别恶心老太太了 说完了 这不合适 下次吧 说完了 明年吧 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 对 火 再来 您等会儿吧 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 谁说的 谁说的 什么叫周年 万一呢 没有万一 什么叫万一 这有商量的吗 还是您的 生日 还是您的生日 瘦蛋之 明年的今天 还是您的生日 到时候我还来 还来 我买点东西来看看您 拎着手里 没关系 没关系 坐着坐着 坐着吧 我们俩俩正聊着呢 是 就听外边脚步声响 我回来了 还没有 三个姐姐来了 我的大姐 三个姐姐凑到一起 可是不容易 怎么呢 大姐 嫁到了北京的密云 旧区 二姐 嫁到了北京的延庆 三姐 嫁到了北京的怀柔 还是郊区啊 这叫农村包围城市 是跑妈跑了 同时来到家里 那是过生日 很热闹啊 而且各自手里 都拿着东西呢 受礼啊 大姐牵了两只羊 特产 二姐低了两只鹅 你看看 三姐拿了两只鸭 出门迎接啊 是是是 我说大姐 二姐 三姐 你们好啊 好啊 姐姐们说话了 说什么呀 他们怎么知道 是 再笨也学会了 讨厌 缺德 臭嘎尔的你 你老不来 老不来了你 我说姐姐 这话可不能瞎说 是 是您老不来了 还是我老不来了 你老来啊 我可不知道 你最好不知道 然后呢 来进来屋里聊天 拉着三个姐姐进屋里 跟老太子聊天 是 正聊着呢 外边汽车声响 那这是我回来的 又不是 我就回不来了是吧 一辆大汽车停在门口了 大汽车 十三开门的凯迪 拉克尔奔驰包吗 十三开门的凯迪 拉克尔奔驰包吗 这是什么车 这是组装的 好家伙 又到上面下来 一个姑娘 女的 二十来岁 又穿金带银 好啊 红色的旗袍 洗腥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 老词这是啊 漂亮极了 漂亮之极 我一瞧 这我不认识啊 是 我想问问 问问 我说您是哪宅的小姐啊 哪宅的 这姑娘说话 是 讨厌 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 行行行 我们家座右铭这是啊 但是我不认识啊 我说您是哪宅的小姐啊 是 缺德臭嘎杯的女 我还哪宅的小姐 是 我姚宅的小姐啊 对 姚姐啊 你知道的不少啊你 废话 什么姚宅的小姐 你妹夫不是姓姚吗 你说清楚了 这不是你妹妹吗 我妹妹 对 老妹妹 老妹妹呀 来 进来聊天 屋里聊天 好不好 进屋吧 别屋里 是 小月 我很想你 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越来越红了 这是我妹妹说的吗 我妹妹不能说这个 我妹妹顶着说 你怎么又喊着了 这我心里这么想的 那个 你挺好的呀 咱俩在这聊聊天 多好 你看天气又热 对不对 嘿嘿嘿 你撂下 穿着旗袍天热 这么删呀 那什么都看见了 那不越删越热吗 我热 我说 我说没给你删 真是没有这么删在这 我说 行了 别看了 紧看两眼 屋里屋里 别着急 我还带着东西呢 我妹妹也带寿礼 但是寿礼呢 打开了三个后备箱 什么刷 哦 刷车船的 对 拿出了两只野鸡 哦 山珍 那叫 我是 掺着野鸡领的你妹妹 我就进去了 掺着野鸡领的 你等会 您这什么 掺着野鸡像话吗 这玩意 扶着野鸡 拿着你妹妹 不是 你 我是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就是 我妹妹自己投了走 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 行吗 行行行 就进去了 那是 进到屋里 大姐说话了 姐说什么呀 老妹妹 咱们就四个到齐了 是 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 对 妈妈的生日 是啊 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 好 祝老太的生日快乐 多好啊 好 以什么为题呢 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 哦 受理为题 我是大姐 我先说 您说吧 我签了两只羊 吉祥话 今天上寿两只羊 羊 炕上坐着有寿的娘 妈呀娘 一会吃了长寿面 愿我娘富贵绵长 富贵绵长 真好 你妈很开心 是我妈 谢谢 谢谢 我妈这干嘛 砸蒜的 是怎么的 该二姐了 二姐拿了两只鹅 今天上寿两只鹅 是 炕上坐着有寿的婆 婆 一会吃了长寿面 愿我娘寿比三多 寿比三多 多好 你妈很高兴 喜三多 喜三多 还喜个王宝祥 该三姐了 今天上寿两只鸭 炕上坐着有寿的妈 嗯 一会吃了长寿面 愿我妈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多好 你妈很开心 你妈很开心 是要送宝贵这是 砸蒜的 老妹妹说了 妈妈 天啊 今天上寿两只鸡 鸡 炕上坐着陈冠希 去 陈冠希像话吗 我们家多弱呢 炕上坐着有寿低 有寿低 一会吃了长寿面 愿我娘 寿比天齐 寿比天齐 多好啊 你妈很开心 是 爱吃蒜 吉祥话说完了 娘几个在那聊天 实话是说 我站在那 并不合适 不合适 多少有些尴尬 那走吧 我不能走 怎么还不能走 我要跟你媳妇去忙活忙活 你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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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心里的吗 你这么开心你晓得了 你跟我媳妇忙活什么去 你说忙活什么 我 我不敢说去呢 我知道你忙活什么去 我们得去做呀 你 你跟我说清楚了 把这个说全了 你们俩干嘛去到底 我们得去做饭呢 做饭 给母亲 擀面条长寿面 哦 对不对 然后再弄一包生米 干嘛 煮成熟饭 您您等会儿不约老师 有面条的米就不用了 好 就尝盛面 尝盛面 你帮我媳妇就帮厨 对了 哦 打下手 打下手 我说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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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叫我媳妇什么 A呀 我喊她B合适吗 我都没喊过 金莲 金莲 我媳妇潘金莲呀 我说她姓潘了吗 那什么叫金莲呀 银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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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莲就是谁都能刷卡 臭流氓 阿莲 阿莲 你这哪点像做饭去 走 又喝 可以了吗 走走走 我行等半天了 说着话 我们俩直奔卧室 出来 你上卧室干嘛 这蒸米饭 你是怎么着想 卧室 蒸什么米饭 你卧室干嘛去 愿你们家的房子呀 盖子缺德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看啊 南侧 你们家的房子是一长六 南侧 女侧 客厅 卧室 你母亲的房间 厨房 一长六 一个门 男侧 女侧 客厅 我是我们 这是猪圈呀 这是 不是 你为了逗大家开心 你也太豁得猪圈 废话 有这结构吗 您多么 这什么包包 怎么猪圈 废话 这一六就一个门 不是猪圈吗呢 行猪圈 我依你 你别依我呀 我乐意是怎么着的 你自己说的呀 你要不这么形容呢你 怎么了 这人这是 您就告诉我 直接奔厨房就完了你 行 什么废话呢 在卧室没有逗留 别逗留 直接你看 逗留这个词多好啊 然后呢 只奔厨房 到了厨房 门一关 一插大缸一顶 窗帘一拉 我们两个人这就快 心里有这意思 哪都是卧室 是吧 您这做饭 把门顶上 窗帘还拉上 还脱衣裳 你要干嘛呀 你要 哎呀 你看这个人脏心滥肺 我这段相声 说不下去了 怎么回事 是我没打算你说下去 我们家快出事了 快动刀了 知道吗 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 对不对 没有没有吧 一会儿一炒菜 一呛锅 这个烟飘飘荡荡 又来到你母亲的 我把你母亲呛着 怎么办呢 哦 你怕开着门 把我妈呛着 你关这么严实 你们俩就不怕呀 我们人工呼吸呀 行了行了 你就怕这狗盖你 把门打开 窗帘拉开 行 门打开 窗帘拉开 窗帘拉开 这不臭不要脸了吗 怎么拉药 你脱什么衣裳 你做饭 穿围裙呢 穿围裙 你不得脱光了 穿围裙吗 不得 怎么回事 你们家这么开放呢 这跟开放有什么关系 你们家不是脱光了 穿围裙呢 不是 围裙就是套在衣服外边 是吗 嗯 那衣服容易有味啊 那衣服比人有味强 有味上你们家 穿着门去了 我得赶饭点去 你知道吗 你给我好好套上围裙 做饭就完了 行 套上围裙 我们俩就开始忙活了 你能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这是个 干嘛呢 这是 活面呢 这是活面 您的面都在墙上呢 拿成皮货呢 你不得把面 摁到这个案板上吗 那是把面摁到案板上了吗 谁这么说话 我把这面摁到案板上了 把面倒在案板上 对的 案板这么活呀 这么活面呢 哦 行 这么活面 对 各位 这么乱呀 听着 我们俩这正忙活着呢 说清楚了 做饭 我们俩什么做着饭呢 就听外边打起来了 哎呦 我回来了 孙老师我这么跟你说 我一怒 这段相声里根本就没有你 对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是吧 你俩憋着回来干什么 我说憋着回来 你动刀我 真行 谁跟谁打起来了呢 你说清楚了 他母亲 跟他的小儿子打起来了 我问你儿子 他儿子今年五岁 小孩吗 五岁小孩不懂事 姑姑来了 站在桌子上跳舞 人来分 站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 抱着暖瓶跳舞 又在烫着 暖瓶里没有水 空暖瓶 但是暖瓶脆了 脆脆了吗 暖瓶脆了没关系 暖瓶里头 藏着一个值钱的东西 平胆 平胆值钱吗 你母亲的烟袋锅子 在那里边 咱不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有纪念意义 藏那里 这是你母亲的嫁妆 对 我妈一个烟袋锅子 就嫁过来了 家里太穷了吧 其中一件啊 这是我老爷个留下来的 老爷留下来的 脆了 这可值钱 算一算 带过来的又15年了 15年 你等会儿 我妈是带着我们改嫁的 是吧 什么 什么就是吗 四五十年了 四五十年最好 这东西测了 她能不生气吗 生气老太太肯定 要对着你儿子 要打他 打不了孩子 孙子 你给我站住 越来越来越来 咱在台上别骂街行吗 谁骂街了 你 孙子 我弟弟不弄 你干嘛呢 这骂什么街 谁骂街了 你 她喊他叫奶奶 对啊 她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 你回到家 你奶奶喊你孙子 你抽他呀 你回家 你奶奶喊你孙子 你过去啪 喊谁呢 骂谁呢 我怎么这么浑蛋呢 正常的辈儿嘛 这是辈儿 啊 孙子 我告诉你 你听着还挺麻借 打死你 下不去手 小孩跑得快 小孩都快 就上院里去了 孩子说猫的 好家伙 他母亲岁数大了 追不上他 追不上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四个姑姑一块 把这孩子给逮那 这大人怎么都这么毛病 逮住了 哎呀 大姑弄一胳膊 二姑弄一胳膊 三姑弄一腿 四姑弄一腿 正好四姑 哎呀 递过来了 母亲递过来了 揍他 哎呀 这妖怪洞啊 这是 他母亲 下不去手 哪有打胳膊人的 打 呦 好家 踢出去了 那还不踢出去 孩子啪 落到地上 他母亲走过去 打打打打打 无敌晕影脚 七十多下 好 少看那猫和老鼠以后 再看他那孩子 怎么样 七窍流血 哎呀 奄奄一息 马上就要死了 你这孩子容易吗 哇 哭出来了 那说明活着呢 孩子一哭 他媳妇受不了了 是啊 怎么着 打起来 快穿快穿 快快穿 什么叫快穿啊 你什么意思 快换快换 不用换 就带着围裙出去 穿着围裙 容易让人误会 没有 你要不穿围裙 才误会了呢 是不是 穿着穿着 相信 他就出去了 刚出去不到十秒钟 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忘穿鞋了 忘穿鞋 做什么饭 还得光着脚啊 你甭管了 来到院里 我 踩葡萄酒 那这是 来到院里一瞧 他母亲正在 分吃分吃的生气呢 好词 你看我妈去一点 再看这个孩子 怎么样 哎呀好 要死 你说埋怨谁 埋怨谁 埋怨老太太 嗯 岁数大了 是 但是心里还是可怜这个孩子 这肉啊 那是 他唱上了 我媳妇还有心思唱 唱的是四季歌 词是埋怨老太太的词 你看看 呼听外面乱嚷嚷 昂不悠的奴家心里晃 来到外面拥不知道 婆婆你不该把她伤 微转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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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家伙子还挺传inese 他母亲一听 揚怎么着 嗯 我妈要现行啊这是 菜喳我胭代还埋怨我 是啊 他母亲唱歌也唱什么 我妈唱什么呀 张神女啊 怒气发 还 магаз yo 我有骂声小元旗啊 打坏我的 烟袋还到把我埋怨了 活该你这辈子呀 嫁一个王吧 去你的